摸摸艾米 摸摸你好 摸摸咕噜 咕噜咕噜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等你呀 又到了我们的 大自然小课堂 出份 有一种动物啊 胖胖的身体 卷卷的尾巴 两个圆圆的鼻孔朝天窍 喜欢哼哼叫 大家知道是什么动物吗 是猪吗 艾米答对了 喜欢哼哼叫的猪啊 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很多人都以为它很笨 但是其实猪非常聪明 还有很多本领哦 什么本领啊 猪的嗅觉非常灵敏 连狗都逼不过它 就算是埋在地底下的东西 它们也能远远地闻出来 有些地方的人啊 还会训练猪来帮忙找东西 猪也是 可以闻到好吃的在哪里 除了鼻子灵 猪的记忆力也很了不起 把一头猪放到迷宫里 让它记住迷宫的地形之后 就算隔了好几天 再去迷宫的时候 它还是会清楚地记得 该往哪儿走 一步也不会迈错 哇 猪还会走迷宫 有些野猪还很讲卫生 它们在土里找到食物之后 会先把食物带到河边 把泥土洗得干干净净的 再饱餐一顿 这么看猪是不是又聪明又爱干净呢 可是猪总是滚泥坑 弄得脏兮兮的呀 这也不能怪它不爱干净 因为猪不会出汗 天气一热 它们就会很不舒服 所以它们只能跳进凉凉的泥坑 在里面滚来滚去 让自己凉快下来 等身上的泥浆干了以后 还可以把热空气挡在外面 原来是这样 猪真的好聪明呀 咕噜咕噜 好了 小朋友们还记得 猪为什么喜欢在泥浆里滚来滚去吗 A 在玩游戏 B 为了凉快 C 不讲卫生 我知道 答案是B 为了凉快 答对了 艾米 天气一热 猪就会在泥坑里打滚 让自己变凉快 小朋友 你们答对了吗 耶 今天的小课堂真好玩 下次我们学什么呀 想知道的话 记得回来收看我们下一集大自然小课堂哦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